可能一些初级的和弦 初学用到的和弦都会按 很简单 但是这些和弦是怎么来的 大家要知道 比如我们拿C和弦举例 我们按好C和弦 我们从五弦开始弹 弹它的根音 我们为什么要从五弦开始弹 因为五弦 五弦三平是刀 C和弦的根音是刀 它由导秘骚所称 那么我们从五弦往下拨 分别是导秘骚导秘 当然这个六弦的空弦音 它也是秘 但是我们不从六弦开始弹 因为C和弦的根音在五弦 我们要从五弦开始弹 这里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C和弦的组成音是导秘骚 那是不是我拨弦的音 也是按导秘骚这个顺序来的 其实它不是的 它只要是你这组音 包含它的核弦内音 导秘骚这三个音就可以 导秘骚导秘骚 那其实它有七根弦 十根弦 二十根弦 那只要我们的核弦内 只要这一组音扫下来 都在导秘骚之内 那它就是C和弦 那夸张一点说 那怕你这个核弦有倒秘 倒秘循环 只有一个骚 那它也是C和弦 因为它这一组音里 包含了倒秘骚这三个音 这一组音 这一组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